代表你看起来瘦就可以了 像我虽然身体很瘦啊 没有什么脂肪啊 但是我整个身体是很累的 因为我的脂肪都是在我的身体里面 我有很高的内脏脂肪 所以我这个内脏脂肪呢 弄到我有点的心脏复壳很大 所以我心脏复壳很大的时候 我就很长很累啊 很难很慢才能够起身 所以我没有去完全去注意到 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个发炎啊 肠胃发炎啊 肝脏发炎啊 很大优性的情况之下 我就结束了这个合法来 然后很感恩就是我遇见了这个产品 让我的健康能够恢复 以前我上秤的时候 我的体内我的器官的年龄是45岁 但是现在我的器官年龄是18岁 有时候是21岁 所以其实我现在有很高的体力 能够很早的起身 有些人很年轻哦 但是他就很难早早起身 就是很常会有这样子的原因啦 就是血液循环不够顺畅 首先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其中一间 本行是在领 task的 所以他是由Christy跟Jason 带领这个还有Cherry Cherry他们是operator 然后这个是在领 task的 大家可以那边也是有供应做一样的东西 有早餐啊 然后有帮人做测量 然后带一些健康的资讯 目的是要把这个健康的知识 带给身边的所有一个人 因为我们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 开开心心啦 然后这些是他们一些的活动 我们有时候在右边下面 那个是Dr.Bussari 所以我们这边是有很多的医生 是证明了这个产品是可行的 可用的 它不是药物 但是它是一个营养产品 这个营养产品能够让我们维持 我们身体的健康 就像食物这样子是非常的简单的 然后上面的左上角就是Lisa姐 Lisa姐带领的这个妈妈 team 他们都是在跳舞的 他们每个星期四都有活动在那边啦 然后我们右边上面的就是这个shake party shake party我们就有免费的邀约 我们的新朋友来去试下我们的奶昔 我们打了很多很多很好喝的奶昔 就会给他们去试喝啦 试喝不同不一样的味道 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些是我们一些活动 跟我们上课 我们都是有上台 这个只是不是要炫耀 只不过是证明我们是qualified 然后我们有去上课 我们都知道一些东西 这证明是我们有 下面那个是在Pokei 然后这些是KL 这个是KK 我们都在学习跟不断的进步 让我们有更好的知识跟学问 去把这个营养再带给大家 这些是我们一些coachers 就是我们的教练们的互动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种的顾客 跟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 有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testimonia 很多不一样的见证 就好像我 我只不过是一个见证啦 我是增重了10个公斤 所以我是戒了烟 戒了酒 因为透过营养的关系 我的身体不需要这些肮脏的食物 当你对的营养进入身体的时候 不好的东西就会排出来啦 所以这些是有些是在泰国 我们左上角是泰国 然后右下角是我们整个KL team 全部人 然后在左上角是我们的教练的一个交流营 在这个交流营里面 我们大家就会分享 让我们更加进步咯 因为有时候教练喝一杯水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要互相去学习啦 这个是我们这一年的 这个一个mission跟一个方向 我们会连续开100间 在online的 在私下的 在个人的 都会去做这个营养的分享 然后目的就是要我们要传扬我们的爱心 然后多加许跟产感恩 因为外面真的什么都有了 我们只想要设立一个很好很好的环境 让大家能够加入这边 来到这边 能够完全的放轻松 做回最真正的自己 开开心心就好了 我们这边 你做回你自己 我们不需要包装 什么都不需要 你要哭就哭 要笑就笑 简简单单 就好像 当你 当你 不开心的时候 你就过来 然后我们还有磐石 磐石是在 Bukit Badang的 在我们的左下角 是在 Bukit Badang的 所以我们一个 一个介绍啦 所以我们的 左上角 第一个就在 昆土山的 昆土山是有 Galwood跟 Jenlo在带领住 然后Jenlo跟 Galwood是在 他们有做早餐店 现在有推出一个 全新的产品 是叫做 爱上你 爱上你是一个 非常高营养的 午餐 这个午餐呢 完全是低脂肪 然后这个低脂肪的 情况之下 你可以试下一个 10天或者是一个 5天 让你的肠胃 休息一下 就是有时候 我们吃的太多 很油腻的东西 我们就来一个 10天咯 我们吃10几年的 肮脏的食物 我们给一个 10天自己的身体 给它休息一下 就可以清一清肠胃 有时候也是要 service一下啦 然后真心咯 真心是在 Beverly Hill的 So Beverly Hill那边 也是由 Cindy跟Kimberly 两个很厉害的 小教练 他们平时都是 非常非常的低调的 他们其实很厉害 很厉害 没有看小 他们两个小妹妹 Cindy已经是一个 World Team Member 来了 她只不过是 很前驱罢了 然后她是知道 很多很多的 营养资讯 然后就 就 就 比较低调一点啦 然后她 她吃点点 醒了 加克 她很成功地 改善了很多人 很多健康的问题 So 然后她带领着 Kimberly啦 Kimberly是她的 Direct First Line Kimberly是 本来是一个 以很稳定薪水 很高薪水的一个 小妹妹 然后她完全 辞去了她的工作 完全投入了 这一个行业 然后她 因为她看到 这个行业的伟大 就是她重要性 然后她的未来 她可以做全职的自己 然后可以完全 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都是因为Cindy 怎样去 让她看见 这个大画面 他们两个 真的是帮助 很多很多 这个Belly Hill的社区 还有老老仔啦 然后这个乙田爱健康 是在Inanam的 乙田爱健康是在Inanam的 是有一个叫做田田 一个人喝下 她总共瘦了14个公斤 她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咪 然后又带着Krispy 然后Yvonne 还有Jenny 还有Iyan Yan 在这个Inanam的社区 慢慢地改善人家的健康 然后他们那边 那边有很多 不一样的族群 所以他们就帮助了 健康很多的人 然后在右边的 虽然这个是我们团队里面 最精英中的精英 是那个Elvis 他也是总共减了13个公斤 然后Elvis 完全是 他是在文莱的 虽然文莱还没有开发 但是他看见了这个产品的威力 跟能够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他也自己冒了这个险 把这个营养带进了文莱 尽量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这个是比较低调形式的情况之下进行 所以大家在我们团队里面 做一个分享就好了 他真的帮助了很多人变得健康 太棒了 所以我们还有桑达根的啦 我们香港啦 我们开心爱健康 是有我们的Gawun 他们这里是自己带领的啦 如意爱健康 是Cherry的一个Uncle Frankie 在带领着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朋友 想要carry这个使命 想要学习 然后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 你们可以跟你们的教练安排 我会跟你们做一个presentation 怎样去开更多的营养俱乐部 跟加入我们这个大团队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健康的八大健康指数 人里面其实有水分啊 这个骨头啊 都有很多这个营养的 营养的指数在里面的 我们有用一个Tanita Scan 我们全营养俱乐部跟整个团队都使用一个Tanita Scan 这个Tanita Scan只不过是给你一个测量和一个评估 而不是完全准确 可是这个已经很足够让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需要知道的健康指数 首先就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啦 因为一个人的体重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你的体重可以决定你的体力用到怎么样 说你的体力用到怎么样的时候呢 就看你到底拿着多少的重量在你的身上 减下体重会让你的这个骨头 让你的这个关节能够休息下来 就不会变成这样疲惫让你的肌肉也没有这么的酸痛 所以体重啦 有些时候我们就啊 这没有时间体重啊 我的体重很重要啊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是肥油 肥油在我们身上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比如讲你现在拿着两包的水 这样子到处走来走去 这水是不需要到用到的 你就会非常的累哦 就好像如果这个东西是粘在你身体的那个油性的话 这样它就会非常浪费你身体的体力 所以一般上比如讲我的我是男子 我的男子我是168公分 所以我有三个size可以成立 我可以成为168公分 我可以变成58公斤 我可以变成64.5公斤 或者是71个公斤 一样的高度我有三个size 就是接近你看到吗 60到70有4个公斤的gap 但我就不能够瘦过58个公斤 我也不能够肥过70个公斤 这样会导致如果超重的话 我就太重了 如果太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太轻的意思呢 基本上你身体根本不足够燃料 所以你的身体会一直自己去咬自己 就是吃掉自己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我们维持平衡跟标准的体重 是让我们每一天生活 生活习惯过得很好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body fat body fat在我们身体里面 是扮演着一个燃料的一个工作 但是过分的body fat会变成一个复可 就好像你的油缸太大了 你打在那边是没有需要在里面的 所以油很简单 如果你的一杯水哦 你把油放在水里面哦 油会浮在上面的 如果你身体有足够的水分的时候呢 你的油就会离开了 所以一般健康的人呢 一般健康的人呢 都不会超过 多%呢 男子 是不会超过23 23 25% 如果你觉得你的体 你的指数是超过23 过后了 如果你是超过这23 男子 OK 因为基本上你是有点肥胖的问题了 你要注意一下 你就把油性的东西吃少一点 不要吃这么多 然后女孩子呢 因为女孩子有胸嘛 他的胸其实是油性来的 所以他都会在25以上 24 25以上 都很标准的 但是如果这个油性去到你的大腿 跟你的皮股 或者是你的肚子那边 就不是很好看了 所以这个油性 其实没有怎样去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除非他已经超出了30% 30% 这是用percentage来计算 比如说你的公斤是60公斤 然后你的50%是油来的 那你的30公斤全部都是油 这个就不正确了 所以油跟肌肉是很 重量虽然是一样 但是它的size很大 我们要的是肌肉 而不是油 因为油是不能够挺起来的 油完全是向下流了 所以如果你的油太高的话 你整个身体会很下垂 像如果你想要胸起一点啊 肌肉看比较精神啊 你要更高的肌肉量 肌肉量能够支撑你的指甲 让它让你自己站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画 56个公斤跟62个公斤 它看起来是瘦了很多 但是它是重了起来 有些人觉得我没有瘦啊 我没有瘦啊 因为它在看那个重量 它没有用那个机器去测量 它是增加了肌肉 还是增加了肥油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有一个当你当Scan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标准的测量 虽然你看起来你的 你的重量没有减掉 但是在当你喝这个营养早餐的时候 你会增加身体很多的肌肉 这个水分 这个水分是什么呢 这个水分每一个人体都是由水分组成的嘛 所以这个水分正常的女孩子呢 它是在50%到55% 那你水分不够的时候呢 女孩子就会很容易发脾气啦 然后很散烫啦 水分能够水分在女孩子的身体 在你扮演这个荷尔蒙 Balance 的情况之下 就是它能够平衡你的荷尔蒙 女孩子水分喝到不够的时候呢 它荷尔蒙会失调 然后荷尔蒙失调的时候 你的月经就会不准啦 然后女性的便秘系统 是跟这个水分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为它的荷尔蒙失调 荷尔蒙失调会导致你便秘问题 所以女性的荷尔蒙的浮动会比较大 所以如果水分不够 它的荷尔蒙就失调 荷尔蒙失调了过后 它就会出现便秘的问题 当然水分在这个肠胃蠕动的情况之下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男子就是要60到65 要不然你会看起来皮肤会很干 然后会看起来会很老很老 就是那个样子会比较老一下 然后小孩子就65到75%啦 因为他们的细胞锁水 他们能够锁住那个水锁到很高 然后年纪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锁水的能力就开始越来越低了 然后水分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皮肤 然后第三你看到吗 Fight infection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身体足够的水分的话 你能够有这个抗菌的作用 就是你外面有很多的毒素 它能够抗击这个菌进入你的身体的 所以这个muscle mass muscle mass就是你的 你到底的肌肉量有多少 正常的肌肉量呢 你是需要10个公斤 比如说你的重量是65个公斤 这样你的肌肉就要55个公斤 这样55个公斤的肌肉就能够支撑65个公斤的重量 这样就维持变成正常 但是如果你这个公斤是缺少了两三个公斤的话 这个就代表你的重量已经去复刻去你的关节 去你的膝盖 去你的腰 或者是去你的背部 它拉起来的时候就会导致你有这个头痛 腰酸背痛的问题 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123456 789不是越大越好越小越高哦 还是要看标准的身材 4号的人呢 如果是女孩子就很拼哦 就没有什么身材 但是4号的人能够去到5号或者是6号 6号是个比较丰满的女孩子 看起来就很好看 123号呢就是前后肥胖 所以我飞胖OBIS的时候呢 就看起来很不好看 然后尤其是3号 3号是已经影响了健康 所以很常的人都是维持在2号跟3号 尤其是在我们KK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来自什么原因呢 等下我后面会再继续讲 一个公斤的肌肉量能够帮你燃烧更多的油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 可以吃很多东西但是不会肥 但是如果你的engine是怕的话 你就燃烧不了这些脂肪 所以你要提高你自己的engine 你首先要提高你自己的engine的时候呢 你才能燃烧适当的脂肪 能够奔到你身后的一个脂肪出去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是提高你的肌肉量而减少 提高你的肌肉量而减少这个油性在你的身体里面 因为油性是不能够去燃烧这个脂肪的 接下来这个是BMR 我们在scan里面有一个东西叫BMR Bestal Metabolic Rep 就是当我们站着不动的时候 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但是这个BMR呢就是可能有时候是1500 我当你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1200卡路里 她是用卡路里来计算 这个代表你的心脏在跳动 你的血液在循环 然后你在呼吸 所以这个举动呢就好像你start那个车 它在一天转的时候 那个车没有在动 但是它是燃烧着这个脂肪 然后这个脂肪燃烧这个油 所以你在深呼吸 你在心脏跳动的时候 你不可能shut down 你的身体是一直不会停的 它是一直在跑 那个engine是一直跑住的 所以这个BMR呢就是代表着你完全静止不动的时候 你一天会燃烧的脂肪 所以你一天会燃烧的卡路里是多少呢 就比如说是1200卡路里 这样比如说我1200卡路里 这样我可以一次的食物呢 就是分三餐 早餐午餐跟晚餐 我当它分成三餐来比较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餐有400个卡路里 However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是完全停止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只是睡着觉而已 你其实就要吃1200卡路里 但是我们每一天我就问我现在讲话 我心跳加速啊 然后我走来走去啊 然后我做一些小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增加一些卡路里的 所以你有肌肉量的时候 你的卡路里燃烧就会比较高 所以一般上男孩子都要吃2000到3000卡路里 女孩子也是差不多吃2000多卡路里 它能够维持它的标准体重 所以这个卡路里呢 在我们的age 年纪越大的时候 你的这个卡路里就会减低 你燃烧的脂肪就变低了 所以非常重要我们要保持我们这个 鸡肉量的成分 接下来就是骨头了 所以骨头大家有这个标准 在下面有一个标准 所以少过50公斤的 你就要1.95kg 这是它的浓度 它的浓缩度 所以这个浓缩度能够让你 有一个强健的骨骼 大家要记得哦 骨头断掉了 是不会伸回去的 你的骨头断了 它不会讲哦 伸回去 不像你的皮肤 不像你的细胞 它会伸回去啊 它没有这样的作用了 所以骨头一断掉了 就是断掉了 就要上罗书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然后身体的血液是来着你的骨头 由你的心脏去造血 像如果你的骨头不好的时候呢 你的血 你的血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很常这个贫血症的人 基本上是他的骨头 骨头里面有很多骨髓 所以这个骨髓跟骨头里面 需要保持这个骨头的健康的情况之下 你的血才会变得很好 所以很常这个年刚刚来月经的小妹妹啊 年轻的小妹妹啊 她会因为这个月经很痛啊 肚子很痛啊 但你在身体在造血的时候 你的肚子就非常的痛 因为她从那一个部分的骨头 索取一些血液出来 所以这个情况就出现到 如果你看到那女孩子的标准 她可能是50个公斤到70个公斤 她不到2.4 她可能一般上我看到的是1.8的时候呢 她就会有这个月经很痛的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 可能不是你 但是可能你身边有一些朋友 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朋友 你可以跟她分享啊 你可以跟她分享 你的骨头 你不知道为什么月经每次痛 是你来啦 你来我们的俱乐部 来我们的俱乐部 然后我是健康大使 你来我带你来 你来检查一下免费的 不用钱的 你最少你可以了解一下你的身体 她不需要一次产品的 可能我们会调整一些 蔬菜啊 水果啊 或者是牛奶啊 帮她配合 她能够提升 她这个身体的 提升她这个身体的健康 所以这个 这个是 把这个爱传扬出去 咯 哦 有人画了一条线哦 应该是 是谁画到的 Loner啊 可以帮我做抖它吧 然后这个Visceral fat 所以Visceral fat是什么呢 Visceral fat是大家最喜欢的咯 然后我们测量呢 就是这个是 血管里面 血管 血管里面 或者是我们的心脏 或者是我们的气管里面 包成的那个油 就好像这个 鸡 鸡你开了那个鸡 有一些黄色的油分 然后Visceral fat是有毒素的 刚才我们讲到的 那个是没有毒素的油 但是这个是有毒素的油 所以这个毒素的油呢 就是它会造成 我们一些很不舒服的 它会引发我们的糖尿病啊 它会引发我们的心脏病啊 它会引发我们各式各样的 发炎的情况之下 所以Visceral fat 它基本上是来自于一些 不属于天然食品的食物 它可能是来自Maggie Man 它可能是来自那个防腐剂 可能是岩石食品 所以大家要非常的注意这些东西 所以内药脂肪的指数判定 女生跟男生 女生要在2到4 男生要4到6 肥胖的人是10到14以上 所以15以上就变成很危险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男子尽量可以 回到8 8很勉强的 如果你8以上的话 你是真的是很不健康一下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内药脂肪啦 很常都会进入我们的肝脏 这个油包心啊 油包肝啊 就是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内药脂肪太高的时候呢 毒素引 你看那个漂亮的肝脏 它能够完全的做工 但是如果你这个油 在你的肝 然后硬化了的时候 你的肝脏就做不了功 做不了功就是什么呢 因为肝脏的作用就是要 过滤毒素 把你吃到的食物浓缩 再起来把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那个胆啊 那个肝啊 就有这个作用 但是脂肪太高的时候呢 你的肝就不那么完全 那个filter肮脏了 你的filter肮脏了 你filter出来的东西 那个水分那里会干净 所以这个不干净的水 就会流进我们的血液 当它一流进我们的血液的时候呢 就假辣了 就很多问题就会出现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保持 我们这个肝脏的复原 但是一个好的事情 神在创造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 非常奇妙了 我们的肝脏能够在180天完全复原 所以如果你在180天 180天是多少个月呢 就是在6个月里面 你能够正常的饮食 没有把肝脏的食物放去你的身体里面呢 不给它 给它修悉你的肝 早睡早起 你的肝能够完全去复原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肝脏 当你变成了漂亮的肝脏 你就越来越年轻咯 所以这个肝脏 你有看到吗 那个是心脏 它就围包着你的油 所以这个内脏脂肪 通常会累积在你的地方 是来自肚脂 在你的肚脂下面 皮下脂肪 它会在肚脂下面 压住你的肠胃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些东西 油包心 一个肝脏的油 跟这个比较多油的心脏 所以大家知道 这个油在我们的心脏里面 会出现怎样的问题 当然油性 它也是在血管 黄色那个就是它的多什么 layer 如果你是8的话 你的血管已经是很小很小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当你的血管变小了的时候 你心脏复可量就变大了 心脏复可量变大 你就会很累 然后会有这个中风的危险 你中风的时候 你血液循伴不顺畅 你的血液就是运输我们的营养 跟我们的氧气 进入我们全身 当你的身体没有了氧气 没有了营养 短短的5分钟 可以让到你的细胞死掉 所以如果氧气不到的 某一个身体的细胞 没有氧气的话 你那个细胞就会死掉 神创造我们的身体 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这一些东西 我们都是要好好去照顾 这个身体 这个vessel 这是我们的肠胃啦 所以如果你的肠胃 有这个内脏脂肪在那边 你就看到它把所有东西都压起来了 所以它做工的反应就不是很好 所以70%的人的死因 都是来自营养不了 营养不是讲你吃太多 而是你的营养 因为我们的心脏需要营养 我们的肝脏需要营养 我们的肠胃都需要营养 但是每一个身体的部分的营养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有看过一些 你的心脏你要吃多点番茄 你的眼睛你要吃多点萝卜 你的耳朵你要吃多点Vitamin B 你的血要造险 你要吃铁制 你要吃汉菜 你要吃这个筋 你吃这些东西 所以每一个部分的身体 都需要不一样的营养 所以神才创造这么漂亮的世界 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个世界上 很可惜 我们人都不知道 我们需要什么的营养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就乱乱吃 人家我们7块钱买一个高楼面 我们就吃这个高楼面 就是7块 人家准备高楼面 但那个准备的人 他不知道这个营养的知识 这样他给你吃的时候 你就吃了这个面 就是有很高的烫水化合物 有很高的盐分 防腐剂 跟这个调味料 这些东西是完全很高很高的 不需要的 你吃进去的时候 你身体得不到应该的营养 它是吃饱了 填饱了肚子 但你身体的气管的营养不足够 开始没有问题了 但是你长年累计 你就会变成这样子的问题 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见 尤其我们亚洲人 跟这个西方国家的人 西方国家人很着重 这个营养的健康的问题 你们看到长远 然后他们有用姿势去调整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亚洲人没有了 我们亚洲人 这个很好吃 这个味道很好 用嘴巴去决定 这个食物可以不可以吃 而没有用脑去想 这个食物有什么营养 我们亚洲人 就是有这个很奇怪的问题 然后这个文化呢 就一代接一代 我的妈妈带去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带给我 我带给我的孩子 我妈妈有一个很高的 糖尿病的病患 她就觉得喝Nescafe很好 为什么Nescafe很好喝 咖啡因 让你喝了咖啡因 让你的心脏跳到很爽 你喝了咖啡 你会很精神的 因为你心脏跳到很快 但是长期累计 你的心脏会有这个 心脏甩切的问题 这喝咖啡太高的人 你的心脏会越棒越慢 因为长期在做工 你年纪大的时候 你心脏就越来越慢 很多人心脏病都 来着咖啡 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3 in 1 coffee 3 in 1 coffee 这门很高糖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不够营养的话 你这边就有fatic fatic是最standard的问题 尤其是在我们KK 你会看到一个女孩子 或者一些在做office工的人 她早上8点做工 5点放工 早上起身 去office那边 打打打打打打 然后放工 5点就回到家的时候 一回到家的时候 哇很累哦 我不要做运动了哦 然后我就问她 你8点到5点 你做了什么 你跑了 你做了什么工作 你只是坐在那边 为什么你会讲 你很累呢 这个都是因为 营养不良的关系 你们想一下 那个logic 你的身体不可能会累 你坐在那边罢了 为什么你会觉得 你身体很累 这是因为营养不良 生活系统不好 哎呀我很累哦 我早上 我去做工哦 你做工作什么 好像你在扛铁样子 你扛铁你累 可能我们明白 但是你讲你是在打电脑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behavior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最喜欢吃的食物 全部高油 高烟高糖 当然可以吃 不是不可以吃 你吃了过后 你在做什么 你吃了过后 你怎样 你在做一些什么 重点 我要很坦白的跟你们讲 我的名字叫Gary 我要很坦白的跟你们讲 以前我们吃 这个糖灯到很香很香 然后我们就喝那个泡沫碟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是开一个一个plastic bag 一开 开一个plastic bag 然后我就放去那个包 叫几个timun lau在那边serve 发学药品很高 那个肉不新鲜 雪长又雪长又雪长 以前我们吃的很干净了 但是现在为什么呢 我们的政府啊 b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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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越来越高啊 没有办法 但你有的选择 你有的选择你要吃什么 太高油 太高盐 太高糖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 这种广告了 有很多这种很好吃的 fast food 在宣传打广告 但是很少会看过 宣传健康的vitamins 谁不知道 水果是健康的 谁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好的 但是很少看到这种广告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 下面这些食物赚不到钱 上面的食物赚得到钱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肉可以死了半年 还可以再卖 你明白吗 那个肉坏掉了 放进冰箱再放进冰箱 它可以继续再卖 它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 它可以用很多的钱来打广告 但是我们的如果是水果 如果是新鲜的水果的话呢 那新鲜水果的话呢 一坏掉了 你就可以丢掉了 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情况就导致我们没有释取到正确的营养 进冰箱的营养了 这个是 这个是carbohydrate based 就是淡水化合物 淡水化合物基本就是糖分 如果你这个糖分太高的时候呢 你糖分太高的时候 这会导致你的胰岛素上升 你胰岛素一上升了过后呢 你就会导致这个荷姆色调 因为胰岛素是一种荷姆 以前我们有吃鸡蛋啊 薯条啊 豆奶啊 豆浆啊 这些会让我们的身体 保持一个平衡的 平衡的 预岛素水平 那预岛素水平不平衡的时候呢 你就会导致这个糖尿病的发生 糖尿病 其实是血糖 你的血有糖 因为它控制 已经坏掉了 控制不到那个血的出现 所以最大的问题 很常人都不会去吃这个早餐 它早餐没有营养 它早餐没有营养的时候 你身体就衰落 你衰落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一些油 去保护你的身体 就越来越胖了 然后这个是 change your breakfast change your life 只要你改一改 把你的身体一起生的时候 给它适当的营养 你的身体 你接下来的生命就会改变 这怎么讲呢 就比如你睡觉嘛 刚才我们讲到BMR嘛 你的车泊在那边 烧着油 吹着冷气 你起身 油会用完的吗 你就立刻打好的油 你要打95 还是要打97 你自己选 或者要打水进去 或者你要打过滤油进去 这样你的车会怎么样 就看你放什么油进去 so cellular concept 这个是很像冷气体样子的 ok 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不会讲 我们明天会讲这个肠道的cleaning的 这个是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有一个三天的免费 三天免费装饰给所有爱建卡 这是免费的 免费的 我们很感恩就是要 在四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都支持我们 让到我们爱建卡能够进步到非常不错 还开了很多天的份行 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回馈给我们的KK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觉得有些KK的朋友需要这个营养跟这个资讯 加入这个大家庭的 我觉得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个机会去接触跟了解 因为我们爱健康不是要卖产品给你 我们爱健康是想要让你学习到 怎样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健康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跟知识 让你去维持 因为我们不能够一直都在了 我们想把这个营养资讯传达给你 然后你回去吃东西的时候 你会想一下我们 我们有一个爱健康在想要你们健健康康 开开心一心 你们乱吃东西的时候 你们喝酒抽烟的时候 你们想一下你的孩子 想一下你的父母 可以知道一下 有一般人真的是想要你健康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照顾你们的身体 因为我们是过来人 我们是有一个身体不是很健康的人 来走出来的 因为我妈是有糖尿病的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见证 我们真的是非常关心你们 然后希望你们把这个爱心 能够传达给身边的朋友 免费了 三杯水 我们会有三天的免费给他试用者 OK 然后这是我们所有的分行啦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你们 可以分享过来 谢谢大家 时间刚刚刚好 太棒了 OK 我来拍一个 有远远赞的话 我们拍个姑父都好吗 肯定有赞啊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来拍一个 当然当然是来不及格国的 还是我们的 许多的 我们拍照片好吗 你们有在吗 要是 有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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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一个 没有新朋友哦 这个是雪雷龙 好像很激活 哪一个 哪里 那个 黄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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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是Gary 这是黄力宏 我是黄力宏 我是黄力宏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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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力宏 Happy Birthday 这个怎么回家 这来了 Cindy 拍张 Cindy 你还没办法拍这个 Cambio 黄力宏 来 准备 1 2 3 1 2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天有一个 禅道的东西 so far 有任期吗 是谁有问题想要问的,有没有人 那边看到很多人,有问题吗?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想要问的 Sindy Sindy官 蛤? 你们那边有问题的,没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要问你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Meggy的手有好一点 Meggy的手有好一点 交演了 她说交演了 她问你的手速交演了 应该是,她没有痛了 她说应该是没有什么痛了 可以比LiK了 可以比LiK了 OK OK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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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